TV史莫熙 速崩驅動版 搖零共賞 來灑吧 健美吧 你說你正常 他說你不正常 就位 你正常嗎 有 人設班車 怎麼會有一個固定的人設呢 人是不斷成長 不斷變化 對不對 有的人為了賺錢謀利 他不是需要始終 偷出一個形象 比方說他是好爸爸 好老公 好像這是我的人設 對 你怎麼不會翻車 你小心 你哪一天如果要跟老婆吵架 你就完了 以前當製作人人家 邀請我去一生廁場所 去啊 對 我自從那個成為巨星以後 我進巨星之後 就沒有辦法了 不能去耶 朋友約我 就說我這幾年賺的錢很多 都是靠這種形象 去一次 開心一整晚 痛苦一輩子 才得了 對 美何進決那個環境 要怎麼調適 沒有 你就是不要有那種機會 不要有那個環境 你不要去就沒事嘛 你一去就會有事 那這個 這個也不用講那麼多 八個字就解釋完了 就 是 所以你為了不去 後來就自己開家嘛對不對 投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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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開家你來經營好了 還可以 感覺很好 沒有 我可以幫忙 我還是有介紹 我已經丟起來了 來了啦 謝謝 謝謝 嗨 好 來 劉宇蓉 嗨 來 居香璇 嗨 大家好 來 黑圍柔 香菱 嗨 好 而且韓主要先宣傳對不對 對 不管你正常還是不正常 但是你都一定要住在好房 所以從六月十號開始 我們在東森財經五十七頻道 有一個新的節目 叫五七全能事務所 裡面不管買賣房子 裝潢 家電 家具怎麼挑的 全部都會跟大家來講這些東西 然後就請大家 每個禮拜六中午十二點 記得要鎖定 東森財經五十七頻道的 武器全能事務所 好 就是跟房子有關的所有的事情 大小事通通包 好棒喔 橋老師他的專長啊 厲害的 他講這種東西 如果各位 可以紅遍天下 紅遍天下喔 紅遍天下喔 那有兩個 代價你要付 A 短命 B 終身無性無愛 你還是B來 請舉牌 你每天做夢都笑起來 要體驗過一次 OK 一半... 我就知道 你一定會選短命 因為 因為你這一身不能無性無愛 他會選籃球員的 可不可以無性無愛 你就是性愛的化身 他叫我無性愛的話 不是啊 那你就賺了一大堆錢 然後你該有的名 有的力 有的生活 然後你要什麼物質 你都有了 那你少活幾年 不會怎麼樣嘛 真的 觀眾就會對你留下一個 就是好可惜喔 有名有利 然後在 對 這樣完美 這樣完美啊 有這個選項嗎 有這個選項嗎 我選 我媽有這個選項嗎 紅遍天下 但是人要高峰 就一定會有低谷嘛 尤其是女生 到時候我們到了五六十歲的時候 然後新聞媒體 就一直把我們的樣子 跟以前二三十歲的時候 做比對 說什麼老了啊 醜了啊 不紅了 唱片沒人買什麼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月紅 你知道在人生最高點的時候 漂亮轉身 收掉 離開人世 對 大家記得你一輩子 你選B喔 終生無性無愛 他這個就在裝生了 你因為 沒有 沒有 因為小孩沒有啦 其實我講 對啊 讓我講一下好不好 你講啦 因為 爸爸媽媽的年紀有 你不能短命 我希望可以陪他們的時間 好孝順喔 孝順喔 你選擇短命 那無性無愛是指說 你選擇以後 要去打化學去世 太慘了吧 也太慘了吧 不要這樣吧 我剛剛講的難感人的啦 好艱難 媽媽都已經 對不對 而且你紅遍世界 然後你就可以賺很多錢 孝順他們 我覺得無性無愛的 感覺很像出家 感覺可以累積善緣 這樣下輩子就會更紅 是吧 而且很多綠人就是很紅 然後人色翻車 就是因為他們性愛太豐富了 所以我覺得這反而對 是好事 對 但是我跟兩位 我沒有那麼大的什麼願景 我只是很簡單的覺得說 我現在這麼辛苦賺錢 我就是要好好享受 我可以 我就是如果我短命了 我完全享受不到 我現在辛苦賺了錢 有個屁用啊 那就不叫財產 被遺產 對啊 遺產都是給別人的 不是我自己享受到的 所以我一定要活下來 我就是要好好享受它 那至於說會不會被看到我醜 幹嘛 我就自己好好去享受 我也不用再出現在媒體面前 他還看不到我長得怎麼樣啊 我就開心過我的生活 那無性無愛妳可以接受 這一集到底要披風多少 那天啊 誠實豆沙包是不是 幹嘛要那麼誠實啊 為什麼這一題都這樣 妳們講的是 現在沒有對象 那如果要妳禁用小黃瓜呢 沒有這個小 我們要小黃瓜 我們要苦瓜啊 我們要小黃瓜 我們要苦瓜 我覺得人生不用活太強 是因為 我覺得人活著好累喔 不覺得嗎 妳不覺得人活著很辛苦啊 在燦爛的時間 我們盡量的活出自己 那妳覺得幾歲差不多 我國中的時候 跟我同學講40 後來發現我已經快 自己快逼近了 那妳 妳會自動延長啦 換52妳講說 妳應該到60 快60 妳應該到70 結果妳到最後108歲在哪 可能70吧 現在先年個30年 我們來看一下網友的選擇 如果可以鴻遍天下 妳會用什麼交換 聽聽QOL怎麼說 我會選擇無信無愛 因為 本身那個功能就不是特異起來 所以就是有那沒有的 跟沒有好像差不多 那愛 性格的愛 我覺得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沒有性 沒有愛 我選擇無信無愛 我要鴻遍天下 大家選無信無愛也沒關係啊 同學們 我們今天呢 如果有金山銀山 有沒有愛有沒有性 都無所謂 因為錢真的很重要啊 錢可以買到什麼 是自由是快樂 也可以買到別人愛妳喜歡妳 那至於性在意之前 有沒有就 表示不需要太在意啦 所以 如果是我的話 我一定選這個選項 無信無愛也沒關係 根據調查 多數PL投給了B 終身無信無愛 得票比例74% 你覺得正常嗎 唉唷 大部分為了紅 可以用無信無愛來選 對啊 不行耶 玉哥你選什麼 請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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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有認真在思考 應該 我有認真想耶 我們還是短命吧 可是又不行 我女兒還八歲而已 對啊 那無信無愛 那我們 人活著就是為了性愛而活 真的 愛人 哪有這樣 沒有愛人 你覺得當公眾人物的好處是什麼 A 賺錢容易 B 享受特權 來喔 A還是B 請舉牌 一邊 B B型分明 對 我在我比較黑的 那個階段的時候 黑的階段 就是被媒體一直罵的那個 就公園放養鯨魚 類似 就是一直被 一直被罵 然後大家可能覺得我那時候 一直被網友罵 形象很差啊什麼什麼 可是 現在還有 那時候有一個老闆 請我去他們公司 賣東西 就到我電視購物台 賣壯藥 類似類似 就是賣那種東西 然後 所以其實我個人覺得 賺錢是比較容易 就是有一點知名度 還是 還是在銷售上面是有方便的 對 就是 然後我還是很謝謝那些支持我的 不管是 對 朋友阿姨叔叔也好 像我們就是很常會 真的滿喜歡在一些 譬如說社群媒體上分享一些 譬如說我們 吃好吃的東西 去好玩的地方 用到什麼好用的東西 我自己的經驗是 有一個保健食品 我自己分享 分享 分享到後來 就是廠商可能有看到 然後你直接變代言人 但是因為那個東西 是我真的每天也有在吃 然後你就很有說服力 那那個 還有這一招 那也是因為你有名 所以有知名度賺錢 確實是 確實滿容易 是的 我自己是就是在限動說 好想去日本 因為大家最近很多人去日本 沒想到就有 日本的廠商聯繫 我去日本工作 那四天的收入大概有六位數量 什麼公司 什麼公司 那個小便 趕快幫我 在我的臉書過一下 我好想去 我要去 我要去巴黎 你要不要去 我也要 我也可以 等一下 我要去日本 我也可以 會不會 我就去 會不會巴黎時裝週 就找我去的 你想要去 可以喔 就是這樣 你去的時候這樣 沿路這樣進去 編成台灣的傻言 可能我個人覺得 其實社會大眾都會覺得說 你們藝人就是好賺 但是你們可能是屬於 幸運的那一群 對 那像我也有經過低潮 就是有一個月收入 就是不到兩萬塊 那這時候為什麼 我會想享受特選 是因為畢竟我們還是有 藝人的光環 那可能你 會有廠商贊助 雖然說你沒有錢買衣服 但廠商可能會送你 那你就可以拍照 那或者是有一些餐廳 那你比如說開幕 會說那我可以邀請你來吃嗎 那可能就是互惠這樣子 或者是像我們那時候 因為我跟我們朋友聚餐 就是幾個人這樣 然後可能我們原本的預算 沒有那麼多就是點這樣子 然後店家看到 就會招待我們幾盤小菜 或是什麼 就類似這樣子 但是賺很多錢 我覺得藝人不是賺最多的 不是每個人 不是每個 要紅 當公眾人物最重要是 有一些特別的權利 像現在不是那個 泰國有一個動物園非常紅 就是可以過去那邊 跟場景錄的 我有去 去那邊很辛苦 而且超級排隊 而且那個可能 那個猴子會摸人家 對 他會真的 他會抓起來輕 我兩三個月前也是去玩 然後我在那邊的時候 被台灣的遊客認出來 就說想要跟我合照 然後我就說 好 合照 然後那邊的老闆就看到說 怎麼那邊有人在合照 就出來問說 這個是誰啊 然後人家就跟他講 是劉涵族 是台灣那個什麼人 然後後來老闆 就直接跟我要了 我的聯繫方式 跟我說 韓族 以後呢 只要是你介紹來的朋友 或什麼 沒有辦法拍照 直接跟我講一聲 就好了 就直接拍照 老闆想 快點留一下 刷臉 刷臉 刷到泰國去 所以刷臉 後來呢 所以我下個禮拜啊 我有一些好姐妹 她們真的也要去泰國 然後早就已經預約不到 連入園的門票 都買不到喔 我就直接傳個訊息給老闆 然後老闆說 你們三個是劉涵族的朋友 來 票也不用買 就直接給你們 還想進入拍照 我也要去 真的耶 我當初自己還花錢買票耶 真的耶 你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完成大我 我們這次那麼久 都沒換Line 等一下我們錄完也來 很需要 很想去 就為了沈泰國 就為了斑馬 他帶小孩 爛東西 他會讓頭子摸他全身 小孩啦 小孩看到別的朋友的 那個跟餐廳部的照片 對啊 這邊每一位 但要去的時候就撕我 真的嗎 好 好 看一下大家覺得是A還是B 當公眾人物的好處是 聽聽Q要怎麼說 B 享受特權 因為像我之前啊 就是如果說有跟朋友去一些 餐廳啊 或是幹嘛的時候 就老闆如果是我的粉絲 有認出我來的話呢 就可能會請我們吃個消食啊 或是特別招待一些什麼東西 這樣我覺得這就是 一點小小的特權啦 會比較開心一點的 讓你的生活就是 稍有一點小缺席 就是其實真的被認出來 是蠻榮幸的啦 然後就是他們還願意就是 就是可能多請我吃個什麼東西 我就會覺得哇 真的好開心 我覺得一定是自己 享受特權 真的不是我在貪小便宜 但是齁就是開始 YouTube訂閱數上升之後 月數燒烤 老闆都會多送一盤肉 或是我之前有在影片裡 分享說我喜歡哪個美妝產品 店家都超級熱心 直接寄一整套一整組給我 就變成我不用自己花錢去買 我覺得享受特權 真的是蠻不錯的 根據調查 多數QOL投給的B 享受特權 得票比例68% 你覺得正常嗎 果然高達68% 都說是享受特權 對 選A的B較少請噴 好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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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大家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 OK 8月1日起 週一至週五晚間9點 請鎖定 我就問你正常嗎